没有吧 哪有什么还有不该去的地方吗 我能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吗 家人们也知道我的人品 我怎么能去不该去的地方 万一他们带你去了呢 万一没有这个万一的事情 哪有万一的 他不接我电话我都能想到他去哪 有一次他开车 他去他往人民医院那个方向走了 我在家里面我什么我都想了 你可能在外面还有个女朋友怀孕了 你带他过去越长 我想了半天结果他人民医院还没到 又调回来了 然后我就想 可能是那个女的不想去检查了 然后他又转回来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好也不接我电话 他这个思想太丰富了 什么什么的都 他把我手机上搞个低位 我去哪里他手机上都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我的呀 我都看得到我的呀 我不用看你 我这点细任都没有的话 那我天天在家里面以外 我还能去哪吗 谁知道你呢 你的话不一样的吗 你天天去这天天去那 下夫细任这点都没有的话呢 有什么意思吗 我找不到他人的吗 他又不接我电话 我找不到他人 但他给我手机录了个地位 知道吧 是一个APP好不好 是一个新的地位 我哪怕走到一个二楼 他都看得到在他手机 我在哪个点哪个地方 他的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我不接电话那天是被他气到了的 我心情不好知道吧 我心情不好 然后我白天被他气到了 我就心情不好 我就去和八戒一去 那我也被你气到了呀 那我还不是主动给你打电话 那是你忍着会啊 那不是你我生气的吗 然后你自己也生气的 你要懂得错 你学后自己错认了吗 你不是也不知道 你自己错哪里吗 那你讲道理 讲不一定的 我没有讲道理 我讲道理第一名 你看听老婆的话 是很难的 不一定听你的话 天姐吃喝西百分 天姐跟你一起打游戏吗 那每天我也下载一个游戏 我们两个天姐在家里吃旷面 吃旷面面打游戏吗 嗯 没打游戏我也在吃旷面 是你辣知道吧 不是说给你吃泡面 没有给你钱吃饭吗 还是没有给你什么嘛 你自己拿着豆 你自己想吃 小的时候的那种泡面的吗 那习惯了 吃泡面长大了 习惯了 泡面好吃的吗 对不对吧 家人们 那我不可能天天伺候他 他不可能天天 他虽然是现在是孕妇期间 但是我不让他上班对吧 啥也不干 他照顾好自己应该没问题嘛 对不对 又不是没有给他钱 那是我没吃饭的时候 钱的话我头很晕的呀 那你说我还要给他 就天天在家里吃户他呢 我还遮不遮钱了 这个几十个W的财 你还要不要去挣吗 对不对吗 对吧 极灰这个花个100个W 这些还要不要去想办法 是不是 所以有些的时候 有些不能怪我 知道吧 你自己最基本的一点 作为女人 最基本的一点 你现在是 你现在在扯你 知道吧 像以前那些楼催女孩 都要吃了都还要干活的 你以为 不一样 人家以前吃的都是没有添加劲的 你看家人们对不对 我以为以前的一些楼催楼催楼催人 楼催楼催姑娘这些 要吃的时候都还要干活的 干不起 干不起也没有让你干呀 五种的东西今晚都被我吃完了 眼睛粑子妈这么大 还以不胜哦 不是 不是你 你逗我呢 除了逗我 你还有什么北势吗 直播间两千多钟没有关注阿伟的 关注一下啊 关注一下阿伟 对 没有给阿伟点关注的 给阿伟点个关注 好吗 这么好吃 你吃过剩下的就给我吃是吧 我让你尝一口不是给你吃 我不尝 我自己吃 这是我小的时候吃过好像 好吃看是吧 这个有保湿感的 我走回来的要说我了 我把他东西都吃了 小的时候吃过 小的时候那种饮料 那么大一瓶 二妹爱阿伟哥 对啊 她要爱阿伟哥 阿伟这么好的老姑 真的她不珍惜的话 她会后悔的 对不对 如果说 如果说 人要躲得真心 对不对 不要觉得得到了 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不珍惜的话得到了也会失去的 失去了 对吧 你不得自己的老姑 有人疼你老姑 就这么简单 你不疼自己的老婆 有人疼你老婆 就这么简单 这个社会现在年纪人 对吧 比如二妹在家里面天天修我 天天不珍惜我不疼我 那我就不想待在她一起了 我就出去玩个一年个习气 那外面的女人对我特别的好 阿伟哥 该吃吃该喝喝 那我不都 哎呀 算了 什么二妹不二妹的 对我这么凶 每天 对吧 我都会偏心的 我都会 就走歪的 对吧 如果她对我好 对我真心 那我就觉得在外面 外面的女人再对我好 我也觉得她是我老婆 对我好 我老婆 老婆对我好 因为这是什么 我就要问你一下 我觉得外面的女人都比不上我老婆 对不对 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开闹 这么开闹 开闹 你她不对我真心的话 我哪天我被她伤透 吸累了 我就出去上西去了 上西去了 外面女美女多的是嘛 说白老 像我们这种又帅又是老板的帅哥 哪个女人不喜欢 你都出去过去 你坐在我旁边 就阿伟哥来喝茶喝水 到时候把我 说到我心里去了 走偏了 那你不能怪我 知道吧 怪你自己不够珍惜 我说的是心里话 家里面 这个社会就这么现实 比如我 我对二妹不珍惜 我对二妹不够好 对吧 万一她哪天 吸累了 想去放松 想去散散洗了 觉得外面的帅哥 叫她宝贝 宝贝 找一句宝贝 又一句宝贝了 她觉得哎呀 感觉对阿 感觉比阿伟哥对我好 她就偏心了 然后这个 所以说 悠有了 就不是一辈子的 知道吧 珍惜才是一辈子的 这样记住我这句话 你们说我说的 对不对 悠有不算是一辈子的 珍惜才是一辈子的 知道吧 一个一个好东西放在你的手中 你不珍惜它 它就是 它就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知道吧 一套一套衣服你买来穿 对不对 你不珍惜它 那两天就穿烙了 是不是 要爱心 对吧 要下宝贝一夜的爱心 才会有久的悠有 对不对 你不珍惜它就会失去的 第二边我说的对不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明显的跟二妹杀一几课 不然 如果我这 不比个例子的去说 我直接的说它的话 它会 它会怼我的 知道吧 所以我也不想再说 我说的过你吗 每次都是你在说好不好 你不说不吃吗 你怎么吃啊 你怎么吃啊 不要把自己咬死了 走吧 跟家人们拜拜一下 告白一下 拜拜 那个你要不是做瓶子放回去 瓶子放回去干什么 我就是说瓶子放回去 再说了呀 这个 打一包网啊 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刚才跟二妹说的 对不对 你们说 对的话打个对 对呀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吗 对不对吗 对的话打个对 确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现在 现在 现在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知道 你不珍惜自己的老婆 有人珍惜你老婆 你不珍惜自己的老公 有人珍惜你老公 社会就是这么复杂 现在 对吧 像我这种打包帅一点 对吧 走到哪里 那些美女 哪里美女看不上吧 对不对吗 那二妹天仙对我修 我一出去 人家美女就 阿伟哥 你来了 这边坐 那我这不得跑偏了吗 对吧 那你其实对我那么修 我说 哎呦 算了 算了 我说二妹这个人 这对我太修了 我还是发生一下稀奇吧 然后就跑偏了 然后我就跟二妹说 二妹 阿伟哥在这个新加坡吗 这个 这个上海忙 哦 一个月忙 这改去都跟人家都吃了 又吃了个火 是吧 那你去吃吧 对不对 这样吗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话呢 也不是说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 必不是我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只是提醒一下二妹 就是希望她能够珍惜 知道吧 如果我有这个打算 我就不会说出来了 我就直接去做了 我还有这个 我还说出来这个事情 让她觉得各有一个机会吗 对吧 我想去做这个事情 我就不会说出来了 我就放在心里 我默默的去做了 但是我说出来的目的呢 让她知道 让她知道就是说 该珍惜阿伟哥的时候要珍惜 不要叽叽歪歪的 有时候就这个意思 知道吧 拜拜 那就不说了 这样没关注我呢 关注一下 明天见啊 有时间给大家直播 明天好吧 拜拜 拜拜 爱你们 记得一句话啊 记住一句话 就是说咱们伟家具的甜匪们啊 伟家具的甜匪们 咱们也是一年多的一家人了 然后我希望集会的时候 咱们能够来的 能来的咱们都来好吧 对吧 反正一个来一个不来也不好 我希望能够来的都来 然后我到时候也好安排 对吧 好不好 拜拜 你们把时间安排一下 记住下个月3号 啊 时间已经低了啊 时间已经低了 下个月3号 啊 下个月3号 就集会了 不出意外的话 90%就是下个月3号 这样的 你们把自己时间安排一下 好吧 拜拜 拜拜 对到时候 能来的就私信我 然后我去 呃 回复大家 给大家加个月 到时候 在哪里 把给大家 发给大家就OK了 好吧 OK 拜拜 到时候我会现场记带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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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 下波了啊 时间不早 我们要回去了 拜拜